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重磅消息 巴勒斯坦的主要派系哈马斯和法塔赫 在中国的斡旋下终于达成协议 决定组建临时国家联合政府 这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然而 以色列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并誓言摧毁哈马斯的统治 这次会谈是否真的能结束巴勒斯坦 长达17年的内部分裂仍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是否能在这场复杂的国际博弈中 斡旋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巴勒斯坦派系在中国斡旋下 达成组建联合政府协议的消息 犹如一场政治地震 震动了国际社会的神经 这一消息于周二由中国外交部宣布 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显著增长 7月21日至23日 北京成为了国际舞台的焦点 来自包括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 14个巴勒斯坦派系代表 齐聚一堂最终在热烈的闭幕仪式上 签署了北京宣言 这次会谈的成功 并非中国在中东外交中的首次胜利 去年中国也曾成功促成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突破性和平协议 再次证明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实力 过去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多次尝试调解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矛盾 但均未能成功结束 这场长达17年的权力斗争 这场冲突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诉求 让国际社会对这次协议能否在现实中生效 充满疑虑 哈马斯高级官员胡萨姆·巴德兰 在会后表示 北京宣言的核心在于组建一个临时的国家联合政府 旨在管理巴勒斯坦人的事务 他强调 这将为抵御所有试图在战后管理巴勒斯坦事务中 强加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地区和国际干预 创造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然而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表示他的目标是摧毁伊朗支持的哈马斯组织 拒绝其在战后加杀地带的任何角色 以色列外交不长 以色列 卡茨 在X平台上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 直指法塔赫领袖马哈茂德 阿巴斯 拥抱哈马斯的行为 揭示了他的真面目 他强调 以色列的安全将完全掌握在以色列手中 哈马斯的统治注定会被粉碎 这种强硬的立场 反映了以色列对这一和解协议的不信任 并且预示着未来可能的更多冲突 然而 哈马斯和法塔赫的代表们 仍然在会谈中 展现出了罕见的团结精神 巴德兰表示 新的国家联合政府 将管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事务 并且将监督重建工作 为选举创造条件 目前 哈马斯控制着加沙 而法塔赫则构成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骨干 该机构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拥有有限的控制权 中国外交部常王毅 在闭幕仪式上表示 这次会谈的核心成就是 明确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 他还补充说 中国真诚希望巴勒斯坦各派 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 并愿意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努力落实 今天达成的北京宣言 这一声明 无疑强化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昭示了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布局 尽管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没有设定新政府的具体组件时间表 但这一协议标志着北京在中东地区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并非PLO的成员 但他们要求任何统一协议都包括举行 PLO议会选举以确保他们的参与 这些伊斯兰组织与现任 PLO在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上存在分歧 这使得未来的政治进程更加复杂 在这次会谈中 哈马斯发言人侯赛姆·巴德兰 在Telegram上发布了一份声明 称这项声明是 在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道路上的一个额外积极步骤 他指出各派系在 结束战争的巴勒斯坦要求上 达成了一致包括停火 完全撤出加沙地带 救济和重建 他还强调 最重要的是成立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共识政府 来管理加沙和西岸的人民事务监督重建 并为选举创造条件 然而 实现这一协议面临重大障碍 法塔赫尚未对此发表正式评论 但其代表马哈茂德·阿卢尔在声明发布后 感谢中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以色列迅速驳回了北京的声明 外交部长卡茨在X平台上表示 这种和解不会实现 因为哈马斯的统治注定被粉碎 尽管过去多次尝试未能成功 但这并未阻止中国在持续的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中斡旋和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中国将与所有相关方不懈努力实现 团结和和解 王毅在声明签署后表示 和解是巴勒斯坦派系的内部事务 但同时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 和解是无法实现的 他还概述了一个三部计划 来解决加沙战争 包括促进持久停火 坚持 巴勒斯坦人治理巴勒斯坦的 原则并承认巴勒斯坦国 作为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 当时毛泽东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武器 以支持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官员 包括习近平主席 都强调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习近平还派遣了高级外交官 前往中东进行会谈 并在北京举办了阿拉伯领导人会议 显示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 扮演更直接角色的决心 中东问题专家指出 这次签署的协议 更多反映了中国的外交野心 而不是中东的现实 这次协议将考验巴勒斯坦派系 带来中东和平的决心 各方普遍认为 尽管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和解 代表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一个希望 但关键是克服双方的分歧 否则和平将永远无法实现 在这次外交舞台上 中国展示了 其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巴勒斯坦的团结努力 王毅表示 中国将继续与所有相关方一起不懈努力 实现这些目标 这无意为中东局势的未来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包括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巴勒斯坦派系于 2023年7月在中国北京进行会谈 并签署了北京宣言 同意组建临时国家联合政府 旨在结束内部分裂 这次会谈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增长 展示了其外交实力 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分歧 自2007年以来一直存在 当时哈马斯在一场短暂的内战中 将法塔赫逐出袈裟 并自此控制该地区 法塔赫则主要在约旦和西岸 掌握有限的控制权 多次由埃及等阿拉伯国家 进行的条件努力均未能成功 这次会谈是自哈马斯和法塔赫于 今年4月在北京首次会面后的再次接触 北京在此次会谈中 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 并在三天的会谈后 促成了北京宣言的签署 哈马斯高级官员胡萨姆·巴德兰表示 这次宣言的重要性 在于组建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联合政府 以应对地区和国际干预 以色列对此协议持强烈反对态度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表示其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组织 并且不会让其在战后 加沙地带的治理中扮演任何角色 以色列外交部长 以色列、卡茨也公开表示 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闭幕仪式上表示 此次会谈的核心成就是 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为巴勒斯坦人民 唯一合法的代表 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组建临时巴勒斯坦政府 以控制加沙和约旦和西安 他强调中国真诚希望巴勒斯坦各派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 并愿意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努力落实北京宣言 此次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战后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要求任何统一协议 都应包括举行PLO议会选举以确保他们的参与 这些伊斯兰组织与现任 PLO在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上存在分歧 北京此次会谈也反映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野心 去年中国成功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恢复外交关系 自那时以来 中国一直在推动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并批评其所认为的美国霸权领导的失败 尽管这次会谈的结果显示了一定的进展 但分析人士对这一协议最终能否在现实中生效 持怀疑态度 过去的多次和解尝试均未能成功 这次协议能否真正结束巴勒斯坦内部分裂 依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验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这次巴勒斯坦派系在中国的斡旋下达成了和解协议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 中国不仅成功促成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 现在又在中东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个突破 这正显示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增强 让我们为这个成就欢呼吧 楚天书 你可真会吹捧啊 我们别忘了 以色列可是立马跳出来打脸了 说哈马斯的统治将被粉碎 阿巴斯只能远远地看着袈裟 过去的和解协议有哪次真的成功过 这次所谓的北京宣言 恐怕也不过是张旨而已 中国总是想当和事老 但这次能不能成还真不好说 谢琪琪 你这磨悲观可不行啊 当年1971年 中美乒乓外交 还不是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成功了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和平的推动者 这次的和解协议也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希望 即使过去多次尝试失败 但总得有人再试一次吧 况且 这次有中国这么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持 成功的机会可是大大增加了呢 楚天说 Cruise Toby乘乓乱乖乡外交成不成是一回事 这可是中东啊 地缘政治复杂的不是一般的程度 你难道忘了2007年哈马斯和法塔赫就曾经打得你死我活吗 现在突然说要和解这不是笑话吗 而且,以色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才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主角 中国这次插手,搞不好只是给自己增加麻烦罢了 谢琪琪,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别忘了,没有挑战就没有突破 当年中国在联合国重货席位的时候 也面临了极大的阻力,但最终还是成功了 这次巴勒斯坦派系的和解协议虽然有很多挑战 但中国在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和平的道路总是曲折的 但这一步已经迈出,我们应该保持乐观 期待未来更多的成果 楚天说,你这话听着真激动人心啊 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你看看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当时大家都以为会有新的民主和自由 结果呢? 中东地区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这次和解协议能否真正落实还得看以后的具体行动 而不是光靠一纸协议 中国这次虽然是好意 但这种没解决方案的和解恐怕也是指上谈兵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各位读者们 今天咱们要聊聊巴勒斯坦派系在中国斡旋下的最新进展 这次包括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巴勒斯坦派系居然在北京达成了一个联合政府的协议 这可真是个大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政治大戏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 这次会谈是在北京举行的 并且历时三天 最终签署了北京宣言 中国外交部高调宣布了这一消息 这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再次上了一个台阶 毕竟 去年中国才刚刚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 这次又成功推动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和解 这真是给了中国外交部长王伊伊各大大的外交胜利 过去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多次试图调解哈马斯和法塔赫的矛盾 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长长达17年的内部分裂 已经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诉求 这次的会议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大家梦寐以求的和平呢 这还得看后续的发展 毕竟国际社会现在正忙着试图搞定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 哈马斯的控制权和战后治理问题依然是个大难题 哈马斯高级官员胡萨姆·巴德兰表示 这次北京宣言的关键在于组建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联合政府 这将成为抵御外界干预的一道屏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雅胡则不这么认为 他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 并且反对哈马斯在战后加沙地带的任何角色 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 卡茨甚至直言不讳地在社交媒体上说 马哈茂德·阿巴斯拥抱了哈马斯的杀人犯和强奸犯 巴德兰则强调这个国家联合政府将管理加沙和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事务 监督重建工作并为选举创造条件 但问题是协议并未设定新政府的组建时间表 这让人不禁怀疑这次协议的实际落地情况 毕竟巴勒斯坦以前的和解协议多数最后都不了了之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闭幕仪式上高调宣称 这次的核心成就就是确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 这话听起来很有力度 但实际上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并不属于PLO的成员 他们要求任何统一协议都必须包括PLO议会选举 以确保他们的参与 这让整个局势显得更加复杂 总之 这次北京斡旋巴勒斯坦派系达成和解协议 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 也是中东局势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但这协议能不能真正落地 还得看双方能否克服多年的深层次矛盾 以及国际社会能否提供足够的支持 毕竟 这场政治大戏还有很多章节没写完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